比特币全网算力在30天之内下跌了26%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会跟大家去说一下 另外去讲解一下比特币的一个走势 那么上个视频的话 我们是完美的去演示了比特币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走势 那么也是预期的得到了一个 我们的一个下降的一个预期是吧 那确实是它上升到这个22000多美金位置以后 那进行了一波的一个回调 那目前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阴线是吧 确实是出现一个回调 那么关于最近的话比特币的一个算力的话 全网算力都在下降啊 是导致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因为啊 近段时间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价格 去下跌到17600美金92水平 然后 有很多的一个矿工啊 他就他做一些矿工啊 矿机的一个算力的时候啊 那电费啊支费啊支付不了这个费用啊 为什么因为比特币价格不断的去下跌啊 然后他们得到的比特币卖出去的价格啊 啊 供不起这个电费啊 所以他们就会近期出现一个抛一抛售的一个情况啊 有很多啊 一矿工的话 我认识一些朋友的话都已经啊 这段时间都已经不挖了 甚至是在啊最高点的时候啊 把这个矿机给卖掉了是吧 矿机在一个5万到6万美金的比特币的时候 把这个矿机啊也是高位的一个价格卖掉了啊 所以说现在也是赚了盆满不满 那目前的话他现在在这些位置的话也是停止去挖矿了 停止挖矿 所以说在这段时间的话去算力去下降了26%啊 下降了挺多啊 那如果比特币再次去向下跌穿这个17000多美金啊 之前的一个新低 那么算力还会进一步的一个下跌下降啊 很多人都供不起电费 说说一些不是机构的一些挖矿了啊 那么他就会去卖掉自己的筹码是吧 手里面的比特币也会卖掉 说说造成一个踩踏的一个事件 那么会跌出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底部出现了是吧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情况来说啊 我们现在的话价格是来到一个20,900美金的位置啊 那确实是他日线级别这个位置 他之前形成了一个上涨通道是吧 像之前啊 昨天我们说过是吧 在这些上涨通道之后 跌穿这个位置以后就出现一步非常深的一个回调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啊 如果在这个位置震荡一段时间之后跌穿下方这条啊 啊这条线啊 那么意识得有更深一步的一个回调啊 那么也就是击穿之前的一个新低啊 17,600美金这个位置 那么会来一步非常深的一个回调啊 可能会跌到1万 可能1万2啊 这一带的一个水平啊 那目前啊 4小时级别有没有操作机会是吧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那4小时级别的话 他在一个上涨的通道当中啊 但是的话 他现在已经跌破了一个4个小时级别的一个 不能在中轨的位置 也是是沿着下跪进行向下跌 那么下方的支撑已经来到一个1万9500美金这个水平了 可能还要继续向下跌 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一个 MCD的话 他是逐渐是在这个零轴上方的话 就出现一个死差 这个位置是吧 很明显 4小时级别出现死差 我们来看看日线 日线级别的话 他仍旧是在这个 0轴下方啊 所以说形成一个双底的一个 W的一个形态 那么之前的话 也是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 双底的一个形态 这个位置也是形成一个双底是吧 日线级别 在这一片形成一个双底 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 他这个位置也是形成一个双底 所以说他可能会震到这个时间之后 在这个位置继续向下再跌一步下来 跌到这个更低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也是非常危险 什么 甭高可以去进行镀空 上个视频 我也是很明确的告诫大家 是吧 要大家去在高位的时候 进行一个空头的一个选择 那确实是如果你跟上环确实是已经赚到了 是吧 那么再来看一下以太坊那个情况 以太坊上个视频我们也说过了 是吧 他还是呈现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压力 在一个1300美金附近 是呈现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 也就是这个是日线级别的一个上轨的位置 1280美金这个位置 确实是来到这个不耐胜轨的位置之后 就出现了一波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回彩 日线级别出现一个阴柱 那目前没有出现一个放量下跌 说说他这一波可能还没有去走完 对吧 下跌还没走完 我们来看一下视角级别 视角级别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位置的话出现了一波的比较深度的一个回彩 可以可以看到下方的一个1100这个水平 如果跌穿了一个1100的话 可以去加仓去做空 这是以太坊的一个情况 那么近期来看的话 他虽然走了一个上涨趋势 但是无限去接近下方这条 比较强劲的一条支撑 在这个蓝色的线 这个线上方是吧 说近期来看的话 如果这个位置的话 mcd的话再次去穿零轴 再一个位置四轴级别穿零轴的话 可以去加仓去做空 那目前来看的话 可以去继续保持这些空头 再看一下 可以观望一下是吧 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近期的一个操作 有很多的一个操作机会 大家如果还没有跟上 冷眼的一个死盘套务群的话 大家可以去跟上冷眼 那么今天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分享 先收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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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